三十位選手參賽 同樣跟這組的賽事是一樣喔 四十三圈的時候 剩下四十三圈的時候 才會搖零 四十二圈就要開始計分 那一圈呢通過終點 第一位通過終點得兩分 第二位是拿一分 下一圈再稍微輕鬆一下 但是輕鬆不了多久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已經衝出來了 他等於是第一圈耶 現在都還沒有計分的時候 他先衝 但是這樣有個好處喔 鏡頭都是他的 只有這個好處嗎 真的嗎 他如果領先了一圈呢 他如果領先了一圈的話 這就不好 那他贏的機會就蠻大的 他必須要撐完 後面的人好像都不 不能秒他喔 因為前面七圈是沒有分數 鏡頭看一下 看不到 衝一下過去 不知道他的號碼 他就好 他的樣子 是他 你先進去 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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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這一個國男組的 國男組裡面呢還是有 呼聲蠻高的囉 新竹虎口高中 虎口高中的曾嘉誠 他是一萬五千公尺的金牌選手 昨天的一萬五 然後他是今天的一千公尺爭先賽的銅牌 另外三百公尺他也拿到第四名 那他現在參加這一項是一萬公尺的計分賽 我們的領先選手已經被主集團淹沒了 鏡頭搶夠了鏡頭搶夠了 3039 吳俊宇 開始我們的計分了 喔開始計分了 不過戴維玲我們賽評喔其實也是 呃 在賽場上喔 因為我想到有一句話說是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喔 一身當中至少都會有15分鐘是 全世界目光的焦點這樣子喔 呵呵呵好不好 一身中啦喔 呵呵呵 哇曾嘉誠剛剛跟大家報告的曾嘉誠呢在 第四十二圈就率先拿到兩分 會不會跟剛剛女子組一樣有兩個人就在那邊前面一起刷分數 對是同隊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就是會導致後面的人會追 因為如果是不同隊的話 就 不太有人會追 喔 對 就是自己的隊友不會追 但是其他人會追 呵呵 亱托 brighter 三 一 他說 一 點 3046就是登加城 已經拿了兩圈的兩分 那3102剛剛裁判長念了 3102是李仕傑 平東 光春國中 那當然有分數進帳 光春國中的3103 蔡成哲 現在湖中 湖口高中 現在湖口高中的登加城 跟3102這邊是光春國中李仕傑 就變成了兩個不同隊的 這時候就會同隊的會去前面幫忙擋速度 喔 所以看到就是李仕傑在前面刷分數 那光春國中另外一位蔡成哲 就在這邊 他本來要帶著後面的集團 然後大集團 對 防守有做掩護 呃 男子組的這個後續的爆發力 有可能會有一軍組起喔 對 因為有些躲在後面的人還沒有 還沒睡醒 還沒睡醒 前面先基存能量 省一點力 省一點力 到時候直接combo界 連發 大絕連發 目前是 出口高中的增加城 非常的被看好 他有機會 呃 衝擊個人 在這次全中運的第二面的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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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全中運的金牌 還是3046的增加成3102的李仕傑在刷分數 這邊好像快追到了 喔 對 已經超過半圈的差距了 在這次全中運的金牌 已經超過半圈的金牌 也已經超過半圈的金牌 在這次全中運的金牌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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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26圈了 剩下26圈了 蛤 現在快追到 哇 那兩個選手是快追上來了 快追超過一圈了 這時候 你如果沒有一口氣追上的話 你就追不上了 對 因為前面主擊團會開始加速 對 但是這邊看起來是快要追上了 李仕傑 哇 一直抓分數啊 3046的增加成 3102的李仕傑 李仕傑他其實在15000公尺 在這一屆的比賽是第四名喔 這邊有拿到獎牌 逐漸被主擊團 拉回來了 來喔 唉唷 范城李仕傑拿了2分 先加成只拿1分 來喔 反正是在昨天參加15000公尺的 來增加成是金牌啦 第2名呢 銀牌的林佳慶 草原中立股中的林佳慶 3034喔 就沒有加入到目前這個1萬的 呃 呃 戰區當中欸 嗯 欸 第3名的 1萬5第3名的 韋成哲 編號是3040 他也有參賽 但也沒有在裡面 沒有衝到全面去 這都是長距離的好手 感覺我們兩位領先的選手要把分數都擦掉了 嗯 哎呀 真的 這兩個人就分而實之 不是你2分我1分就是我1分你2分欸 所以他們一開始衝出去了 對 我相信其他剛剛展員跟大家報告的 像是中立國中的林佳慶 還有桃園東興國中的韋成哲 這是在1萬5 第2第3名的選手 像這種1萬的 也不會說這個實力差那麼多喔 對 還有 還有力氣 真要加速喔 還有剩下15圈 有沒有 那 啪 如果是這兩位選手 增加陳跟李士杰 那所以是最後一圈 最後一圈 第三位誰拿到一分就有就就有第三了 嘿嘿嘿嘿 但是現在還有幾圈可以加分的啦齁 現在還剩下十三圈 哇這邊兩位選手有點拉開了 現在後面組集團打算拼同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拼同牌 這是3102的李仕傑 屏東光春國中的李仕傑 現在腳可能覺得很痠的齁 真的 不過對於賽平的戴維林來說 戴維林也是那種長距離的選手啦齁 這個1萬對你來說小潔死吧 沒有沒有 計分賽算是 裡面 比淘汰賽還累 淘汰賽還累齁 因為 沒兩圈你就要顧一下 對沒兩圈就顧一下 啊淘汰離島確保你不是在最後一位 謝謝謝謝 剩下8圈的時間 因為我們一般人喔這個 在外行人喔 很像戴維林參加的是20公里公路帶 像去年的亞運會 印尼亞加大亞運會那個 只辦了兩項而已 都是10公里公路帶 對 然後男女 對我們是包辦的兩基金一棚 對 男生金牌是我們的趙組跟選手 女生是李孟姊的選手 我們的曾嘉誠是回到了主集團喔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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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曾嘉誠就算回去 沒有被追一圈的話他還是不會淘汰 所以他前面的分數都是可以 留在身上 但如果是淘汰的話就不太一樣了 他前面的分數就歸零了 歸零了 就歸零了 可能就做白宮了 現在是要 歸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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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零講的要拼銅牌 開始 裁判 裁判的速度非常嚴格 因為大家要拼速度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碰撞飛擊 警告也是會頻頻發出來 3040 維成哲 這次的同台主手 今天也有得分 我們這邊的 我們最後一圈的第二名有兩分 他現在現場是喊針正尖的 就看到最後 哎呀 手 在最後呢 真的有一些碰撞發生 好難喔 哈哈 快要搶位置啊 這個白手的幅度也比較大 比較大 不知道我們最後一圈第一個進終點的是 對 要看大會最後 然後 金牌應該就是李仕傑了 對 3038 3067 3057 游靜成 還有台中市功復國中的 3057的張展軒 對 3038游靜成 他如果拿了三分 比最後一圈的三分 會不會變銅牌 有可能 有可能 這個機會 就拼過最後一圈 好的 國中男子組 一萬公尺計分賽 當然這邊金牌就是 李仕傑 光沈國中的李仕傑 想了快 想了二十幾分 超過一半 超過一半 應該是超過一半 對 滿分之中